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过分吗 不是这星斗罗大陆到底有什么魔力 让黄有鱼现实和游戏分不清了 我生日 他不送我礼物 反过来我送他礼物 缘分 你也不正常了是吧 疼吗 不疼 小丑 以后要是再有人打你 我帮你打他 你看 我的功夫不错吧 谢谢你 元帆 我们一起玩 你喜欢哪个 拿走 谢谢 妈妈 回来了 这是 这是元帆给我的玩具 真好 拿着 妈妈 每天我能把你做的鸡蛋糕送给元帆吗 傻孩子 当然可以了 以后啊 妈妈每天为你和元帆 一人做一份好不好 爷爷 妈妈最好啦 真乖 看你脏的 赶紧 进屋洗洗手吃饭啊 嗯 小丑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冒冒 她不见了 不见了 那你在这儿等一下 不要着急 阿姨去找一下啊 您好 请问扫地机器人在哪儿啊 机器人 就在那边 谢谢啊 没事 谢谢 祝你生日快乐 心想事成拿到想要的角色 黄小雨 你是舍不得了吗 我没有啊 我就是想着 毕竟相处了这么长时间 总能有个正式的告别吧 而且他这个级别的大明星 我们以后也不会再见面了 远凡 上次海选的时候 那个雷谷舞馆的馆长 让我组个饭局说要答谢你 正好他也邀请了李总 你看你最近什么时候有空 我来安排一下 雷谷舞馆 对啊 就是李总那个关系户 你不是把票投给人家了吗 我记得李总之前挺招过的 而且雷谷舞馆的背后资方 不是李总吗 我也按照要求 把票投给了雷谷 吃饭要不就算了吧 我知道你心里对这件事有些想法 你也跟我说过了 可是你如果直接拒绝的话 那李总心里怎么想啊 李总可是消失的剑客的投资人 他可是非常看好你的表演 你不想要这个角色了 行吧 雷谷舞馆 是当时武刀大会跟你对决的那个舞馆吗 我决定将我最后这一票 投给雷谷舞馆 是 难怪他当时叛你输了 黄小语 走吧 如此卑鄙无耻之人 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请不吝点赞